中国全球大国之一 光是它的领土面积就超过了950万平方公里 人口10亿以上 想想看地球上每五个人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著名的万里长城 是少数能在太空中被肉眼看到的建筑 这样的国家为何期待与哈萨克斯坦建立紧密的联系 让我们一探究竟 哈萨克人有句老话 邻居呼唤你时绝不能磨磨蹭蹭 因为邻居乃是真主赐予的福 比邻儿居就是缘分 我们与东方的千年邻邦 有着一份永久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 如今我们开启了哈萨克中国合作关系 新的黄金三十年 正所谓行动的越早 收获也就越丰富 国家元首在十月十六日晚间便飞抵了北京 因为在东方大国的首都 有着一场重量级的国际省会 以及一系列重要的会晤在等待着它 这些都要在仅仅两天内完成 就这样 哈斯穆卓莫尔特托卡耶夫开启了十月十七至十八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访问之旅 中国国家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隆重的仪式迎接哈萨克斯坦总统的到来 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之旅始于 哈斯穆卓莫尔特托卡耶夫总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 哈萨克斯坦总统对中国领导人邀请其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表示了感谢 对您的这项国际倡议 哈萨克斯坦从倡议提出的第一天就开始予以鼎立支持 一直在为一带一路的发展予以积极的协助 我们还记得您在十年前与阿斯坦纳就这一倡议所发表的讲话 接着今天这个机会 我要向您在这项大型计划的实施中所取得的非凡成就 致以祝贺并祝愿此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我相信哈萨克斯坦和中国都充满了无与伦比的潜力 能够将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升到一个彻底的新高度 借着这个机会尊敬的习近平主席 我邀请您在明年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感谢国家元首接受邀请 并强调加强互利合作的重要性 我们的东方邻国期待我国能够在选定的方向上保持前进 持续稳定的双兵关系 因为稳定是实现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国国家主席还表示将坚定地支持哈萨克斯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对总统发起的大规模改革予以全面支持 欢迎你来华出席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一个健康稳定充满活力的中华关系 有利于两国发展振兴 也有利于推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华双方 我们都会坚守坚持出新 守望相助 让木铃友好的理念 世代相传 不但推动 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向前发展 哈斯姆卓马尔特托卡耶夫与习近平在会谈中 全面讨论了涉及经贸石油天然气 石化 能源 金融 交通运输 核工业 工程 旅游 电子商务 高新技术等 各领域的合作发展问题 作为讨论的结果 双方签署了重要的文件 我们已经就这个问题同中石化公司进行了讨论 将会根据今天签署的文件进行相关的研究 并在明年做出具体的决定 我们目前有两个合资企业 之一是卡拉江巴斯石油位于油田 另一个是位于曼格斯套州的生产道路磊青的工厂 离海磊青厂 该厂目前每年生产50万吨磊青 根据我们今天签署的文件 我们将把产能增加到75万吨 国家元首回到了自己曾就读的北京语言大学 出席了在母校举行的伟大思想家 第二导师阿布纳斯尔阿尔法拉比的半身像 揭幕仪式 众所周知 阿尔法拉比是东方的伟大思想家 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阿尔法拉比出生并成长于哈萨克大草原 为追寻知识走访了许许多多的国家 他对数学、自然科学、天文学、语言学 和许多其他科学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四十年前我曾在这里接受教育 因此今天在此为阿尔法拉比的半身像揭幕 是我的荣幸 这是一场学生与恩师之间的温馨会面 刘士勤教授曾经是托卡耶夫总统 在北京语言学院进修时的导师 听说哈斯姆·卓曼尔特成为总统 我感到很惊讶 我告诉我的亲戚朋友 我的学生成为了国家元首 他们中有些人不相信我 然后我翻了翻手机 发了一张他在我们大学读书时的照片 这下所有人都相信了鼓起掌来 刘士勤教授说 四十年前托卡耶夫来到美利的北京语言大学 来研修汉语 那个时候他才三十一岁 魁梧 英俊 剑谈 勤奋 好学 这是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我们平时接受不多 最后的几个星期 我们上了一堂音像实验课 题目叫做《话说长江》 这是一门阅读课文 观看视频 听讲座 写解说词 为电视配音 这么一个全过程 所以他们受到了 听说读写意的全面的训练 他们很满意 国家元首参观了自己在北京语言大学求学时期的各种档案文件 回忆曾经的青春年华 随后与正在这里留学的哈萨克斯坦学生们举行了会面 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 哈中两国经济互补 中国是制造业 高新技术产业 消费市场方面的领先国家 然而这些都会增加对能源 矿产和农产品的需求 而哈萨克斯坦是一个石油 天然气 其他矿产资源和优质农产品 非常丰富的国家 两国都打算将已经常态化的石油和天然气伙伴关系 提升到新的水平 在这个方向上 油气化学和能源领域实施联合投资项目的前景非常重要 国家元首会见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董事长马永生 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 我们高度评价贵公司为哈中两国关系发展 以及为哈萨克斯坦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我们愿意继续保持与贵公司的合作 认为贵公司是哈萨克斯坦的战略合作伙伴 托卡耶夫总统随后会见了原通速地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慧交 双方讨论了在电子商务交通物流等领域 开展互利合作的前景 目前阿里巴巴、野煤、OZON和京东等大型电子商务平台 都已经进驻哈萨克斯坦市场 哈萨克斯坦计划到2030年将电子商务在贸易市场中的份额提升至20% 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 我们与贵公司有着巨大的机会建立互利合作关系 如今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了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 为全球GDP贡献约7万亿美元 哈萨克斯坦非常重视电子商务的发展 在这次会议上总统获悉 中国最大的专注于快速配送的物流运营商之一 即将进入我们的市场 并打算在哈萨克斯坦开设其中亚总部 该协议是在哈萨克邮政公司与圆通快递集团 签署的合作协议框架内达成的 我们今天同圆通公司一起 从西安向阿拉木图发送了两架会员飞机 将来我们将增加这些航班的数量 这取决于包裹的规模 其次圆通公司将开展投资 中国中信集团董事长朱赫欣 在与托卡耶夫总统的会谈中 就能源石化和农工联合体领域的合作 进行了探讨 中华两国特别是中信在哈萨克斯坦的 这个业务的发展进展还是比较深长 所以今天我和我的几位同事 一起来在这里拜见 目的还是深化中信在哈萨克斯坦的合作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的主要交通和物流枢纽 我们的东方邻国希望通过我们 打开通往欧亚空间和欧洲市场的通道 哈萨克斯坦计划从中国采购200台吊车机车和主机车 此外双方还将共同在哈萨克斯坦建设工程和服务中心 在会见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孙永才时 总统对该企业向哈萨克斯坦投资2亿美元的计划表达了支持 哈萨克斯坦总统哈斯木卓马尔特托卡耶夫 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框架下 哈中代表团签署了总价值165.4亿美元的30项商业文件 其内容涉及投资、贸易、生产技术转让、金融和物流运输等 哈萨克斯坦总统对中国进行的正式访问期间 还有两次会晤尤为重要 其一是托卡耶夫总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会晤 托卡耶夫总统强调了将继续在共同利用跨界河流方面 同中国开展合作的意愿 而在国家元首托卡耶夫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赵乐际的会谈中 高度评价了哈中加强议会间关系的稳定深化 国家元首指出 考虑到哈萨克斯坦占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贸易量的一半 计划未来将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增至400亿美元 正式访问的第一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各国元首 举行了欢迎宴会 在宴会上 托卡耶夫总统同巴基斯坦看守政府总理安瓦尔哈克卡卡尔 蒙古国总统乌赫纳忽日勒苏赫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沙夫卡特米尔纪约耶夫 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器齐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 土库曼斯坦议会人民委员会主席库尔班鼓利利尔德穆哈梅多夫 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举行了非正式会谈 会谈中领导人们就国际和区域热点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并就相互合作的前景进行了讨论 一带一路是在古丝绸之路上打造的21世纪经济带和海上通道 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了这一想法 这个倡议得到了我们以及许多国家的支持 托凯耶夫总统对中国进行的正式访问的重要目的之一 就是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现在这个大型会议正式开始了 一带一路是21世纪的国际重大工程 是对丝绸之路的重建 它不仅是一个强大的合作平台 也是经济技术发展的驱动力 这个倡议将亚欧非三大洲150多个国家 用铁路、高速公路和海上航线相互连接 哈萨克斯坦作为连接南北东西方的枢纽 在欧亚空间中的作用是巨大的 从中国发往欧洲的地面过境运输 近85%经过哈萨克斯坦境内 因此在过去的15年里 我们以发展运输和过境部门为重点 为此划拨超过350亿美元 连云港哈中物流中心 霍尔果斯无水港 西欧中国西部过境公路 中国致伊朗铁路走廊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相继启动 目前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之间 有两个铁路口岸正在运营 其吞吐量为2800万吨 计划今年全面投入使用 现在第三个铁路口岸的建设问题 已经按照同一份文件进行了研究 它不仅考虑了文本本身的方案 还考虑了其附近建设适当码头的能力 以及建设从哈萨克斯坦阿亚古兹市 到中国塔城的铁路系统 托卡耶夫总统在20多个国家元首 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的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开幕式上发表讲话 他表示哈萨克斯坦 在落实这一国际倡议的过程中 不会止步 各位各项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 尊敬的各位同事和温谈参与者 首先 当总统用中文作为演讲开场白时 在座的所有与会者掌声雷动 这一画面 随着国际和中国媒体的镜头 向全世界进行了直播 哈萨克斯坦总统用中文发表的演讲 也很快在当地的各种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并引发了热议 在微博上有着2400万粉丝的资深媒体人胡锡进 就转发了视频并写道 这位外国总统的中文也太牛了 这段视频瞬间收获了69.6万次的播放 吸引了676条评论 国家元首提出了三年内修建1300公里新铁路 开通哈中边境第三个铁路过境点 建设巴克图和哈勒扎特无水港的计划 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签署了两项 关于发展跨离海运输走廊的政府间协议 相信签署的协议能够在不久的将来 带来重大的成果 我建议建立主要战略港口 物流中心和邮政枢纽的合作网络 以更有效地协调我们的工作 我们也有意开展船舶和集装箱的联合生产 哈萨克斯坦在确保可持续的客运和货运的同时 有意成为世界领先的航空公司 可靠的空中桥梁和便捷的港口 国家元首认为 在新的全球项目数字丝绸之路框架下 开启的伙伴关系能够开辟更多机遇 这也是从国家元首口中说出的重要问题 我相信构建数字化和智能化合作的新模式 将为我们的经济创新发展 做出重要贡献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新十年里 为共同取得成功 哈萨克斯坦将继续全面参与 这也是中国国家主席的初心 习近平同志希望振兴和加强各国 在政治 经贸 金融等领域的关系 中国已经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是越来越多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地 无论是中国对外投资 还是外国对华投资 都彰显了友谊和合作 体现着信心和希望 在这里我愿宣布 中国支持高质量构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 一带一路是当今动荡的世界中 像空气一样重要的项目 时至今日 显然它已经在陆地和海洋上成功实施 接下来就要发挥天空的潜力了 出席论坛的各国元首和国际组织代表们 均对此达成了共识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结束后 托卡耶夫总统与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举行了会谈 会谈期间强调了继续在各个级别 进行积极政治对话的重要性 并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的前景 乌鲁木齐自1955年开始 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 新疆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 出产石油 天然气 煤炭 金 铜 镍 铅 铅 鑫等 一百四十种矿产资源 托卡耶夫总统在对中国的访问期间 专程来到了这个与哈萨克斯坦的阿拜州 阿拉姆图州 东哈州 捷特苏州 向接壤的地区 国家元首在这里同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举行了会晤 双方讨论了哈萨克斯坦与新疆 在贸易 工业 交通 物流 农业 旅游等领域的关系 哈萨克斯坦与新疆的互贸问题上 现有的区域机制非常重要 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地利用 将取得重大进展 哈萨克斯坦有意增加向该地区出口的商品类型 其中包括冶金 石化 工程 食品和建材 至于农产品和食品领域的合作 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潜力 我相信哈萨克斯坦能够定期 向中国市场供应有机农产品 国家元首访问乌鲁木齐是有深意的 新疆占哈中贸易总额的40%以上 其中哈萨克斯坦与新疆之间的贸易量 较去年同期增长87% 达85亿美元 在这次会议上 旅游业和跨界河流利用的重要性 也没有被忽视 毫无疑问 哈中关系的主要原则 是建立在相互成就与成功的基础上 建立牢固的两国关系 是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 而只有牧林友好 永恒友谊 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也正是因此 对彼此有着充分互信的哈中领导人 正在开启新黄金30年的大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